其實我們看今天新加坡的廟宇組織發展是另外一個層面 今天因為我們講中央會館 我沒有看到 其實這也是我這幾年一直在思考的 研究的另外我也有一些我的研究成果出來 我們看新加坡有道教總會 儘管這個道教總會目前還是很鬆散的 但是這整個的趨勢我們已經看得到 他們如何配合種族和諧的政策 如何才在文化的傳承 社會的公益等等方面 這個宗教的組織他們有他們一套運作的規矩 所以未來怎樣我想可以值得觀察 另外剛才那位先生提到基督教郭根 我想如果你去華人社團 我剛才講的華人社團是非常包容的 至少在我道的華人社團裡面 沒有因為有基督徒而產生什麼問題 反而是非常融洽 這一點我不知道剛才那個先生是觀察哪裡來的 我到過鋼州會館 我在畢山町 我在綠町 我還到過好間會館 我發現不是太多 但是至少我看到有年輕人帶著十字架來參加活動 包括在鋼州會館 每次中秋了什麼他們都有這些活動 所以我沒看到說 只要他願意進入中江會館的這個舞台 他就是一個他就會變得很寬容很包容 這是我的看法 至少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感覺到有哪一個中向正常 因為基督教的進入 因為基督教的進入而造成社群的問題 至少到現在沒有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郭先生談到確實是 我也觀察到 其實中元巡更多是中青會館在做 那麼新加坡的社會的比較有力量的是中鄉會館 這個大家看 其實中間會館這幾年也在討論一些方式 不只是到祖籍地尋根 我們看現在的中鄉聯益大會 到祖籍地開的已經越來越少了 像曹多人在北京開 最近南安人在上海開 有華商有台商的地方 所以現在內容其實 只要你的靈魂在 只要你的根源在 到哪裡都可以尋根 我覺得最重要 我們要歸意到一個 具有新加坡特色的華人文化 那麼這中間包括了中華文化 包括了中華文化在新加坡的傳承 所以我想只要有這樣的一種追求 地點我想大家其實是可以 找到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 解決問題的辦法 好 謝謝各位 我們的演講會已經到了尾聲 其實講這個題目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要在短短的一個小時半之內談好 是非常不容易的 不單單是這樣 大家都知道這個問題是既有爭議性的 如果談到歷史方面的時候 大家大部分人都有共識 不過當我們談到現在與未來 我看大家的觀點就有很大的區別 所以我是想通過這樣的一種交流 來增加我們對這個方面的研究 更興趣了 從今天的這個演講會 我們不一定是能夠得到 完全的全面的答案 不過至少像這樣的一個研討會 會在大家的心中留下許許多多 可以繼續研究的問題 我想說 我想 代表 主吹當機 向主講人鄭林教授 表示我們的感激 謝謝 現在我們進行今天下午節目的第二項 就是新加坡華裔同書 福德子綠野亭系列發布會 新書發布會 現在我們第一個節目就是 請新加坡華裔館館長 廖建律教授致詞 謝謝 請大家歡迎 剛剛才所說 我們今天有兩項活動 第一個是演講會 第二個就是這個新書發布會 我們所發布的 就是新加坡華裔同書 福德子綠野亭系列 總共有四本 而這是華裔館 福德子綠野亭公會 與國家圖書館合作的成果 我認為 這一套 書的出版 在研究新加坡華人歷史方面 具有一定的意義 它意味著 我們在新加坡 開始重視新加坡華文 華人的寶貴文獻 寶貴文獻 以資料 開始在收集 以增長 華社 史料 與文獻 做了 新的努力 這些 史料 與文獻 是寫一部 比較完整的 新加坡華人歷史 所不能夠 缺少的資料 以我看來 寫新加坡華人歷史 大部分 都要依靠 自明地的檔案 社會文獻 以及田野工作 可是社會文獻 比較少學者 加以利用 主要是因為 收集上的困難 再加上天災人禍 許多文獻 以史料 都已經上市了 為了要搶救 這些寶貴的史料 民間團體 應該積極地 以學術機構合作 以便能夠 保存我們的歷史 有人說過 一個不懂得 尊重歷史的民族 不能夠變成一個 偉大的民族 所以我看 對歷史的了解 對歷史的深刻 而偷測的了解 是我們 我們自知分子 所應該 賦取的任務 這套重塑的出版 應該揹公以 前任外館的館長 武者強教授 武者強教授 他是這套重塑的 發起人 跟詞畫者 早在 2004年1月 他就以 負責此 呂也亭工會 為領導人 接觸 簽 備忘錄 並且 整理 以 收藏 這些寶貴的 史料文獻 還請了 曾林博士 研究這些文獻 並在2005年 出版了上冊 今年又出版了 第四冊 終於是大共高層 剛才我說過 負責此 李也亭系列的出版 是一個很好的台端 我很全力希望 新加坡的其他社團 也能夠將他們的 收藏文獻及資料 將以整理 一出版 以便能夠使 新加坡華人歷史 更加完整 更加充實 謝謝 現在我們就請 新加坡福德時 綠野廷工會 前會的李德毅先生支持 謝謝 請大家歡迎 曾林博士 也是我 華裔館館館長 廖建玉教授 圖書館 文化遺產 以及亞洲出的出長 賴燕紅先生 各位來賓 先生們 女士們 下午好 今天我來到這邊 我實在是 難以形容我的高興 因為 因為 在我 代表 潘營會館 到 福德慈利 林工會去 擔任一個 董事的時候 我首先做的是 我到 都來76號 福德慈去 看一看那邊的 石碑 寫些什麼 因為我覺得 到了一個組織去 你要管理一些工作的話 你必須要了解這個組織的 過去 和現在